众所周知 娱乐圈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明星们为了能在圈内火下去 对于自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特别是对于女星们来说 拥有着婀娜苗头的身材 就是她们最为看重的 这也是为什么女星们得经常减肥的原因 而要说起圈内移好身材出名的女星 那么张天爱必定是其中之一 张天爱并不是科班出身的 年轻时期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为此她还曾到日本留学过 而她进入娱乐圈也是纯属偶然 那是在2009年 在微电影盛行的年代 张天爱就在朋友的邀请下 出演了洛英这部微电影 也正是有了这一次的表演经历 张天爱开始喜欢上了表演 并开始以广告模特的身份在圈内闯荡 也正是在拍摄广告期间 张天爱认识了一些导演和制片人 让她有机会出演一些影视剧的角色 让她开始踏上了演艺之路 张天爱在刚拍戏时 只能出演一些没什么戏份的配角 因为没系统的学习过 她的表现也没那么精彩 还好在经过好几年的磨练后 张天爱的演技也得到了提升 当时间来到2015年时 张天爱终于迎来了她爆火的契机 当年有她主演的网剧 《太子妃生殖记》在播出后 立马就在网上爆火起来 张天爱在剧中饰演男儿心女而生 时而阴气潇洒 时而仙气妩媚的太子妃张蓬蓬 张天爱也是借着这个角色开始大火起来 在圈内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 接连出演了多部热播影视剧 还成为了各大热门综艺节目的常客 让她彻底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第一个是胸围 哇 魔鬼身材 好 现在再到一个我们的腰围 我希望有惊喜 哇 不敢相信哦 58.5 58.5 是什么概念 跟我的头围差不多 真的 量下我的头围吧 感觉好像差不多 我个头围 不 你还大一点 我多少 59 59 而张天爱在大火之后 她阿龙苗涛的身材 也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张天爱也在上综艺节目时 经常被问起她身材管理的秘诀 张天爱对此的回应也很简单 那就是健身和控制饮食 她曾爆料过 她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 每一顿只吃白水煮鸡蛋和黄瓜 在走路回家时 也会故意绕远路 目的就是让自己能多运动一会 由此可见 张天爱的好身材也是靠着自己努力得来的 在艾亚好身材这档综艺节目中 张天爱就全方面展现她完美的身材管理 除了经常健身之外 对于饮食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 也正是张天爱对于饮食的控制太过苛刻了 张天爱的哥哥和嫂子在一期节目中 就特意到张天爱家里 为张天爱准备了一桌大餐 然而当看到张天爱和哥哥的相处方式时 很多网友都不禁热议起来 因为张天爱和哥哥的相处方式真的太亲密了 当张天爱看到哥哥和嫂子在做饭时 张天爱就主动从后面搂住了哥哥的腰 并把头放在了哥哥的肩膀上 丝毫也不顾及在一旁的嫂子 宛若是一对热恋中的情语一般 而在吃完饭后 哥哥还主动帮张天爱按摩脚底 动作看起来也是非常亲密的 这样的画面 如果是不知身份的外人 可能都会以为张天爱和哥哥是恋人吧 所以很多网友在看到两人的相处方式后 都觉得很不妥 因为即便是亲兄妹 也是应该避嫌的 特别是张天爱还是知名女星 更应该在公众面前注重个人形象问题 当然也有的网友觉得 兄妹俩感情好 亲密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对于你来说 这半举止是否有些许过火了呢 就我只吃那个白水煮鸡蛋还有黄瓜 白水煮鸡蛋 黄瓜 对 我吃了将近两年 你就光是控制饮食吗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还有就是运动健身 我回家的路上 比如说我家小区在那儿 然后我就 故意走错两个小区 不不不 不光是这样 我还这样 王姐我回来了 受邀 受邀 就这样一直走回家 拜拜 我回北京了 回北京